大家好 我是阿Garu HKTV 歡迎再次來到阿Garu Podcast 今個星期會連續下雨 大家出門記得帶回大傘 回到今天我們再次跟大家跟進一下日本通關的事情 今集是我們的重返日本之日第三集 早在5月5日日本新聞出了一個速報 岸田首相即將會對現在的水制對策 即是外國人入境日本的對策 作出一個調整 他們預計到即將會在5月底至6月頭 對這個政策有大幅緩和的實施 而5月6日正式出了一篇新聞稿 政府因應新冠病毒的確診數字 是受控和日漸減退 現在開放一些以觀光為目的的外國人入國 最快就可以實行一些小型的旅行團 到旅行團實施後再看看確診數字 大概會在6月份確認可不可以完全開放給外國人 我想大家很關心的就是 當你進入日本的時候 接種疫苗 又或者其他措施是怎樣的 今次的新聞就說到 日本政府這個對象就是 外國人必須要接種3劑疫苗 這個也是跟我第一集說 關於日本入境的事情有關 就是日本現在承認的疫苗 我們香港只有復必泰 BioNTech是承認的 如果你是打了科興疫苗 又或者你還未打疫苗的話 有可能就像現在的學生簽證或者商務簽證 必須要在酒店隔離3天 就像南韓一樣 政府看到當新冠疫情的死亡率低於季節性流感 就會定為一個風土病 而風土病不會影響到一個很大的經濟損失 日本政府會傾向開關 這就是我們大家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就算你打了科興疫苗 又或者你還未打疫苗的話 我相信在這一年至到夏年年初到 大多數的國家都會解除這個疫苗的限制 我們看看5月頭是日本的黃金州 一共有10天的假期 今次作為日本參考的一個數字 看看今次的大假之後 因為各個城市都解除了緊急的限制 日本有國內的旅行 大家就混亂了 到時就看看 最後的感染數字會不會有所上升 不過呢 截至到5月7日為止 全日本的感染數字 全國加起來 是有39,300人 大阪比上一個星期 同一天 是多了4倍的個案 但是我們測開來看 其實每一個重要的地區 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 那個確診數字 大概都是四位數字 而且最高的數字 也只不過是大阪裡的4,192人 東京的密集反而是3,800人左右 如果這樣看的話 整個東京這麼大 一天確診的數字 都不夠我們香港之前 一天確診這麼誇張 證明其實可能日本 已經可能有七八成人 已經是曾經中過 又或者他們的疫苗 打的數字是足夠 已經形成了一個 群體免疫的狀態 所以即使再去混亂 再去旅行的話 就算再一次感染也好 那個感染數字 也不會很低 台灣當然不用說 現在一天新增五萬宗 是一個令人擔心的數字 我相信台灣都經歷 好像香港一樣 每一天都過兩三萬人 日本已經過了這個時期 相信就算這樣看 現在好像增加了 其實我相信 去到六月尾 七月 也就是我第一集 預言 日本即將會在七月八月開通 也正正因為暑假 其他國家都相繼開關 其他國家都已經開關 大家都儲定蛋藥 隨時準備再一次 搭足日本這個地方 不知道你覺得日本 在五月尾六月頭 可不可以順利開關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的朋友 還要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